很多人的目录都是假的 何谓假的 自己打 然后点点点点点 然后再打数字 对不对 然后每天就看到这边核对数字不对 然后页面都不太对 OK吗 来 以后不要再做傻事了 OK 目录怎么做 好 首先我们看这里 这一页我想预留给封面用 然后这是我的目录页 所以老师在这个分页符号之左侧 好 打字哦 好 打目录 好 那你要打目录或目次都可以 看你们的单位的习惯 好 来 老师多按几个Enter 来 这一页 在这一页的位置 我想要加上目录 好 那目录怎么做 目录在word里面 这个功能必须要跟样式绑在一起 所以目录的概念是这样 我们刚才在整篇文章中 是不是用了这三个样式 好 等一下呢 我在插入目录的时候 呼叫样式 目录是呼叫样式 我呼叫章 我呼叫结 当全文里面有套了章的字 会被我拉出来显示 有套了结的字 会被我拉出来显示 看起来就像目录了 这样知道吗 所以呢 目录的意思是指 你的文章里头 我们刚不是套了章 我们套了结 甚至于我们以后会套段 还有内文 还有什么编号等等之类 你可以做很多很多的样式 而这些样式呢 它其实出分成两大类 第一大类叫做内文用的 就是排版钻用的 像这个就是排版用的 它不需要放在目录中 第二种是目录型的样式 除了排版好之外 它也可以放在目录中 让我们变成是目录的一种 所以你在做的时候 你就要把你的样式先规划好 知道老师的意思吧 好 来 那你看 我先滑鼠油 不要放在空白的位置 到上面的 好 参考资料 参考资料最左侧 目录点它 有一个下拉箭头 点目录 好 点了之后往下看 下方有个功能叫做 自定目录 OK 自定目录 好 你点它 好 自定目录进来之后 因为我的教法的关系 我教的是自己做样式 所以呢 你必须要跟目录讲 我在排的时候 哪些样式要拉出来做成目录 所以你要到右下角 这边有个叫选项 选项 OK吗 选项进来后有个叫目录阶层 我们要指定阶层给它 那什么叫做阶层 阶层就是例如说第一章 点点点一 然后第一节 说一个 二 断 好 可能第三页 然后这是第二章 这个叫阶层 这是第一阶层 这是第二阶 这是第三阶 依此类推 下去 OK吗 word中预设有九层给你用 可以到九层 但我没有看过一份文件有九层的 有九层你等于全文都要进来了 这样子好吗 没有人那么深 大部分一般的文件三层就了不起了 知道吗我看过文文文史哲类的老师 他们的文件有到四层的 那我就没在看过第五层的了 那平常啊我们在用两层是最常见的或三层 知道吗所以不要太深 太深其实也没有比较好 好所以呢来我问你们哦 在我做的这三个样式中 哪一个是第一层 三很好 在后面请打数字一 再来呢 结是数字二 内文要不要进来 内文再进来就全文又进来了 这样知道吗 对所以你就要去区分说 我的这些样式哪些是放在目录用的 这样OK吗 如果你结不进来 你就不要打结 只有张也OK 就会变成第一张第二张第三张这样 看你自己 好来确定 确定 做完了 真的等他一下 你看 有feel吧 不要再自己打了 拜托你们谢谢 自己打还不能跟隔壁聊天 因为怕那个点点打错 这样OK吗 好来 那目录进来当然还是要修正一下下啦 第一个来 呃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敏感度 你看一下中间这个字 你不觉得这字怪怪的 哪里怪 好像被切断 来依照我们学到现在的概念 观念来看 你觉得发生了什么问题 很好 就是寒高 所以我等下教你们怎么修这个目录的寒高 这样就知道吗 有另外一个技巧 我们等下讲 好所以你们先会插入目录 这样有没有问题 好那等一下哦 插入目录完之后 这个目录的资料从哪儿来的 从内文而来的 但是记得 有学生曾经问我 说老师这个序论有明明有底色 啊你这个怎么没有底色 好 内文的样式 章节样式 跟这个目录的样式 无关 目录本身有样式 OK吗 目录本身有样式 那他只是从这里的这个样式中把字借来用 他是借字来用 他不是把他的样式绣上去 知道吗 如果字绣上去格式都一样 那你就很难调了 你的目录跟你的内文想要不同的格式就很麻烦 知道吗 所以他的样式是分开的 好那只是字的内容一样 所以如果有一天你的第一张不叫序论 例如说我第一张改成序论及前沿 OK 来往上看 当老师把它改过了之后 好 好 这边目前是不是没有改 你怎么在这里 等一下 这可以走吗 好了 不要理他 假装没看到 来 回到这里 回到这边之后 你只要右键做一件事情就好了 什么是 很好 更新功能变数 所以你就会发现 他碰到他的时候 灰灰的 这个灰灰的是音不出来的 只要灰灰的都是叫功能变数 你看我不点他就音不出来的 所以不要紧张 碰到他后 右键 更新功能变数 更新整个目录 确定 他的字 就会重新来过 OK吗 所以他是照着下面而来的 知道吗 所以以后就不用管他了 你只要每次档案要关掉之前 右键更新一下下 他会自动去抽 你整份文件里面的文字内容 拉上来变成目录 永远都会是最正确的 这样OK 好 来 你们先插入目录 在参考资料里头 有问题吗 是错的 当然还没改 目录先 导导来来 自定目录 OK吗 这一个进来之后 选这里选项 给他阶层 好 那补充一下下 如果哪一天 你加了第三层 如果有一天 我们加了第三层 假设他叫段 我先把他存起来 我先把他存起来 假设这一个是我们第三层的段 重放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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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得懂吗 重放一次 因为你要到这来指定 不然没有用 所以你给张 你给节 你给段 确定 确定 他才会段进来 听懂老师的意思吗 一旦更改 阶层 就要这样子做 那没有改阶层 就没关系 好不好 OK 所以像你如果段进来 我发现段有进来 好丑哦 我不要了 你不删也没关系 你直接到目录里头去新增 就自定目录的时候 选项 你重给 我给张 我给节 你会发现 他问你一件事哦 确定 要不要取代 所以代表着 一份文件中 只有一个目录 OK 没错吧 一份文件本来就一个目录 好 你重新后 他会取代 阶层就会改 OK 好 来 换你们咯 试看看 所以不要再打咯 用 用